身穿正報裝備的香港武警衝鋒闖進公共場域 將手無寸鐵的民眾一個一個押送出來 香港自2019年6月爆發反送中抗爭事件以來 已經有1014人被以政治犯罪名遭中國政府逮捕 所有人的刑期加起來共長達772年 而其中有超過一半的被捕者 根本是年齡不到25歲的香港青年 包含反對派人士、非政府組織領袖、社運人士、學生、律師以及新聞記者等 是,我們想要視乎香港的內容 香港的自由、自由、自由、政治、責任、專制的抗爭 但到最後一個星期之後 事情已經很快 一些最後的國家殊在整個消息收斷 都被封關或壓力 香港在短短三年內 政治犯人數迅速破千 增長速度已經可以和白俄羅斯 緬甸以及古巴等專制極權國家 相提並論 象徵著司法獨立 以及法治社會的衰退 除了構成重大人權危機 更代表香港社會 在受中國政府的打壓之下 一步步朝向威權主義逼近 環宇新聞 謝忠岳綜合報導 詞・作曲・編曲 李宗盛